放在右边的热膜枪跟皮肤接触 把仪器放在左右热膜枪旁 只需三十秒时间 就能查看肺部有没有积水 进而抓出无症状的武汉肺炎患者 感测罩上面有整个软性电极片 仪器是利用变化频率产生电场 连肺部有一百维生的水都能感测出来 数值超过一万就代表有问题 行动筛检仪由台大医学院院长带头研究 原本用来测心脏筛节 花半年研发成筛检仪 患者只需拉起衣服三十秒就能检测 材料就是电路板 成本在七百五到一千五百元之间 因为是电流检测较没有健康危害 而AX光机同样三十秒能看废机水 但患者得躺下脱衣 还要担心流离辐射 机械一台要五到六百万 不容易移动相较不方便 它能够普筛 普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筛 那当然我们需要在机场里面有 不管是确诊病人 还是这个整个 这个无症状病人来 来进一步来确定 美国的一些诊断仪器都会 因为时效关系会被特许 所以我们也跟美国联系过 然后目前还在等待当中 检测肺部积水 抓出无症状患者 或许新型筛检仪 是增加筛检数量的另一道曙光 三十文潘正华 陈佑荣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佑荣